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聖馬可中學對反方修基灣觀立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論 首先是正方主辯周梓偉同學 第一副辯黃毓雄同學 第二副辯 以及結辯楊耀蘭同學 接下來是反方的同學 反方主辯為陳君葉同學 第一副辯為葉偉廷同學 第二副辯是龔文傑同學 以及結辯紀文欣同學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藍田聖保錄中學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周曉君老師 加密柏宇中學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黃文傑老師 你們好啊 不好意思我暫時未開到鏡頭 我先處理一下 不要緊不要緊 最後一位是 九龍堂學校中學部演變學會 負責老師沈寶勝老師 各位同學早晨 介紹完雙方同學及評判之後 炳賽就會正式開始 本場比賽 主席 不好意思 反方的主辯和結辯 調了位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 台上發問 一負二負 台下發問 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辯圓發言時間為4334 每位台上辯圓發言時間結束前 30秒會有一丁提示 即是丁 同時我都會舉起一的字牌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介紹就會是丁丁 我也都會舉起二的字牌 過時15秒就會有三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丁 也都會有三的字牌提示 介紹本人將打斷辯圓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布於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辯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任何疑問 是 好 謝謝 如果雙方沒有疑問的話 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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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 大家好 除了虛擬遊戲的市場 越趨龐大 遊戲商往往會以轉彈等形式 提供更高級的道具 提供玩家課金轉彈 根據2018年香港遊戲產業協會的數據 香港虛擬遊戲課金人數有30萬人 平均每個月用1200元課金 然而 由於網上轉彈並非賭博 不受賭博條例規管 也沒有其他條例可以監管 透明度極低 無需公開轉彈機率 也沒有人可以驗證機率的真偉 編題面轉彈法來自台灣 2021年8月 台灣遊戲實況主丁特 用70萬港幣 實測遊戲天堂M的保密中獎機率 結果只有2.3% 遠低於遊戲公告的10% 令轉彈法出台 規定遊戲需公佈所有轉彈機率 並設第三方機構進行驗證 而其實日本、中國 早有實施類似法例 監管轉彈市場 要行動變題成立與否 就要審視引入轉彈法之後 能否完善整個轉彈市場 及保障玩家權益 我方成立變題 然有二 第一,完善轉彈市場 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 規定遊戲必須公佈轉彈機率 透明度極低 根據消委會2020年12月的數據 11個App Store及Google Play 最受歡迎的遊戲中 高達4成的遊戲都沒有公佈轉彈機率 例如全面司控、叫我官老爺、神魔三國志等等 機率的針架無法被驗證 就算有公佈機率 玩家發現機率不實 現時唯一的投訴途徑只有海關和消委會 但因為並沒有明文法例 定名機率不實的或一指標 海關和消委會只能就投訴個案進行個別調查 執法力度有限 轉彈法之下 所有遊戲必須公佈轉彈機率 並且由第三方機構 而劃一標準驗證 以打擊機率不實的情況 沿線整個轉彈市場 可問有方 當四成遊戲都沒有公佈轉彈機率 玩家點驗證機率的增加? 第二 保障玩家權益 因此遊戲無需公佈轉彈機率 正正助長遊戲商私自調低轉彈機率 進行詐騙 例如18年4月 韓國著名遊戲公司 Nexon在遊戲特集公佈中 只是表示拼圖道具會隨機出現 一門特定拼圖只有0.5%的中獎機率 最後被裁定詐騙 就算有公佈轉彈機率也好 但仍然欠缺第三方驗證的話 玩家只有兩條路 一 依靠遊戲商進行自我驗證 但當轉彈機率都沒有主動公佈 遊戲商又何來會自我驗證? 二 玩家自我揭發機率不實 但往往只有課金金額高的玩家 非普通玩家 才能夠確認中獎機率低 是機率不實 而非單純運氣差 唯有引入轉彈法 要求公佈轉彈機率 主動由第三方驗證 才能最大程度保障玩家 所以16年4月 日本修訂不當警笨標示法 18年5月 中國文化部也落實 網絡遊戲營運加強加本通知 都要求遊戲公佈所有轉彈機率 更甚當轉彈法落實 自信線對等 玩家才能夠根據轉彈機率 決定課金轉彈與否 更好保障玩家權益 總括而言 引入轉彈法 能夠要求遊戲公佈所有轉彈機率 提升透明度 並由第三方驗證 完善整個轉彈市場 保障玩家權益 因此今天辯題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另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跟著是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的 可以 聽 主席評判 有方還有一個 大家好 知名有方主辯的言辭 發現有方犯了二下錯誤 第一 方案不清 有方說由第三方面機構驗證 但究竟是 究竟誰是第三方面機構呢? 測驗的機制又是什麼呢? 有方你要解釋 而除了公佈機率之外 還會公佈什麼呢? 商業機率 有方是否可以擔保 絕對不會洩露呢? 第二 立法獻需要性 有方說到方案好像很完美 但問題是 香港有沒有需要? 有方可不可以舉出 究竟香港有什麼例子 是商人利用概率來欺瞞消費者的呢? 香港有沒有任何人說過要起轉彈法呢? 而有方之所以有以上的論性盲點 正如有方對現況的不了解 今天變態中的轉彈 其實是一些機會中獎商品 而當中涉及的持分者 不僅有有方看到的消費者 更加有遊戲商和政府 而港府一直秉持著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 強調自由不干預 將遊戲這些創意產業得以自由發展 因此 衡量變態成立與否 就在於傳彈法能否平衡 至上持分者的利益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 第一 重重復復 隔床跌屋 現今香港已有消委會的商品說明條例 可以因虛假商品說明 五到星為留等 來打擊不發商人 概率不符現實的情況 甚至也可緩用欺詐罪 來打擊不發商人 以概率落差來無取暴利 再者 現今Apple Google Play都有強制要求 遊戲商提供傳彈機率 例如Apple就有要求 Apple Store 根據審核指南3.1.1 遊戲 只要但凡涉及到付款抽獎部分 都須標示各獎品的排獎率 當中日本首由營收第一的掛木彈珠 就因此宣佈公開抽獎率 並將抽獎前內最稀有到最低的銀彈角色移除 因此根本就沒有必要性去用傳彈法再去規範遊戲商 可見香港有足夠的措施去規範 又為何要浪費資源入床節目呢? 第二,政府規限遊戲商力度過大 正如相述,某方已經論證到香港的法律框架 已經可以針對遊方的憂慮 在保障消費者和企業之間取得平衡 但政府作為領頭人,強行規管 要求遊戲商披露傳彈資料 是不合理地侵犯遊戲商的權力 嚴重破壞遊戲商市場平衡 因此沒有必要要政府去披露概率資訊 侵犯遊戲商的商業機密 再者,有方必須交代方案細節 有方是想在幾多日之內公佈 有多少人中大獎呢? 再者,又是否一定是準確數字呢? 而且,如果有人投訴 有方又想怎樣處理呢? 這些投訴的人要追究到什麼程度 有方才會妥協呢? 有方這些通通才去交代清楚 而我方想知道這些原因 不僅是因為今天變題所在 而是因為我方今天都和有方想 盡量地完善香港的法律框架 那我方今天已經看到香港的法律框架 已經完善的時候 那為什麼還要硬加多一條法力 來夾床摺屋呢?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進入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同學拜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及準備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之前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即是丁 介紹也會舉起一丁字牌 時間到則會有兩丁提示 即是丁丁 介紹也會舉起兩丁字牌 接著就會輪到 反方同學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在台上發問環節開始之前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 現在有請正方拍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試米試米 聽得清楚的 可以 有方說到Google Play、App Store等等 已經要求遊戲公佈轉彈機率 轉彈法沒有必要實行 但若然真的有效的話 為什麼App Store和Google Play分別在 17年5月和19年9月 要求遊戲公佈轉彈機率之後 2021年1月的消費會報告 原言指出了 有11隻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上架的遊戲當中 有四成遊戲沒有公佈機率 再者 你都只是單純說到公佈轉彈機率 但沒有第三方認證 遊戲廠商依然可以 私事調低轉彈機率 那有方又如何避免呢 多謝各位 答案沒有超時 現在反方主便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給我消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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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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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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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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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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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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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